莫子真的不能打野吗? 一般情况下确实不能, 但是如果我们略微调整一下这个英雄二技能的技能数量, 那么莫子还是可以勉强和韩信这种强势打野无五开的。 就拿这把来说, 现在有很多玩家认为莫子主要是打控制和消耗, 前期的爆发伤害不够, 即使遇到人也很难有还手之力, 其实这种思路可以说是大错特错, 想要玩好莫子, 一集就一定要直接进韩信野区, 看到韩信先不要管他, 即使我们的真正目标是这三个香喷喷的佩奇, 略微拿到一点经济优势, 看到对面的貂蝉和庄周来支援,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慌张, 我们还是可以勉强和韩信三七开的。 我三他七, 直接开启二技能, 勉强带走韩信和他的三个队友, 可以说是非常的合理, 如果我们后期遇到逆风的情况, 对了, 刚才我的莫子能打出这么完美的脸招, 多亏了iPhone3, 后期我们就可以让主宰帮助我们收他。 可以看到, 改动后的莫子虽然和韩信这种强势英雄还有很大差距, 但还是非常的好用, 非常的牛皮。